先講國位的生態 現在我們對民眾黨來講 有五種投票方式 一個是投國民黨 一個投民進黨 還有一個是不進場 完全不進黨投票 一個是進場棄權 還有一個是進場投自己 就發現這五種投票裡面 只要不是投民進黨 全部是支持國民黨 這是我們的困境 只要不投民進黨的都是支持國民黨 對他的論述是這樣 因為第二輪他就夠了 對 因為你不投 的話第二輪他就過了 他就過啊 民進黨就這麼少啊 所以我後來我們在內部在討論 我說天啊哪有這樣的 我們有五種投票方式 結果只有投民進黨是支持民黨 全部全部支持國民黨 我說這幹什麼屁事 所以我說那這樣 以後我們就不要再管這些了 對就對錯就錯 我們就照我們的 不要再有心理陰影 被貼上小藍標籤的心理陰影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反正他都亂貼就對了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我們照我們的光法講 那你兩黨要跟就跟 那你這樣是 啊不行 我就當暢保責 像那個救國團那個就是一個例子 民進黨 完全 要把救國團整個幹掉 那我覺得不對 可是救國團 又想要 怎麼講 有時候就變貪心了 說這把黨是很多東西都要保留 那個也不對 總是有一個折中辦 我就說這個 民進黨這個不對 國民黨這個也不對 所以我們不投票 我們兩邊都不贊成 問題是我們不投票 國民黨就贏了 後來我們就說 所以這就是檢討 不然說天啊 我們 根本也沒有支持國民黨 我們沒有支持國民黨 變成是支持國民黨 發生什麼事 然後民進黨開始貼我們 這個 富水組織 中共同路人小蘭 所以我說 這是困境 所以我後來才說 那以後不管怎麼樣 禮拜二禮拜五 開黨團記者會 把問題講清楚 所以像這個救國團 我還是一講你就清楚 對不對 可是當時我們就沒有講 我們說我們兩邊都不支持 我們不投 結果被貼說我們是 你們暗住國民黨 暗住國民黨 就跟立法院政副院長選舉的時候一樣 從那一場選舉就開始了 對不對 你們投自己就是在駐國民黨 難道就一定要投民進黨嗎 這也不對啊 這個我們還在摸手 不過我想是這樣啦 我覺得說以後就算了 我們就做自己就好了 就不要管外界 怎麼貼標籤 反正身上標籤已經很多了 不是啦 就做自己就對了 好 繼續 那這件事情要做自己嗎 基隆市的罷免案看起來二階 那這個基隆 一樣嘛 這個要說明一下 張志豪是 飛機師 因為那個 後車廳是那個行李航空間的 他把它做得很像那個 飛機場 你自己看就好 很像飛機 上面霧典看是跑道 那旁邊那個很像那個 機艙 所以是張志豪因為他本人是機師就跑去看 這個 這個邱佩林是民眾黨的 是基隆市的副市長 他不得不去 所以他就 找了這個林正宇去看 大概就這樣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個人是不太贊成 把罷免當做政治仇恨動為工具 如果幹的不好那就正常罷免 可是我知道後來那個也是 超惹 明測 超惹 就我講的 要不是這種事件 我還不知道原來這個罷免的 連署跟那個總統的連署不一樣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你早知道當時也連署一下 沒有啦總統連署沒有那麼 就是比較難 他覺得是這樣 不要 我還是覺得那一句話啦 台灣喔 認真工作好不好拜託大家 不要每天 好那這件事賭到 賭到嘛 就是民進黨一定會讓他進入投票的這個議場 那你民眾黨要怎麼樣子 表態 表態 你們又是 閉上官 我們會聲明說我們不贊成這樣搞 不贊成 但是事情發生了呢 就還是不贊成 那我們不贊成這樣搞啦 但是這樣啦 世界上常常 每天都發生我們不希望看到有東西 就這樣 所以總是 想辦法啦 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常說 我每次都鼓勵大家 我說 台灣不會一天改變 但是更重要的 也不要期待我們什麼事都不做 台灣會自己改變 所以我們就是 Do what we can do Do our best 這樣就好了 會不會後退大家比較擔心喔 就是台灣的民主 會啊 的機制 民主的制衡的機制 在領導人的強硬的意志之下 也有可能會後退啊 會啊 希特勒就是個例子 普丁也是個例子 普丁我後來刪算喔 從1999年 最後一天 那個叫什麼 當年 當年那個 俄國總統 葬給他做以後 到現在 24年來 俄國也民主倒退 所以後來發現 你看喔 本來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那個民主潮 可是到 到後來 到19 甚至到21世紀以來 還是很多國家倒退回去 在中東啦 在中亞還是 所以民主政治本來就沒有保證會單行到會越來越好 還是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後退的 所以現在這個賴清德說如果釋憲案 在野黨不接受 因為他好像蠻有把握的 就是說大法官的釋憲案會對民進黨比較有利 可能會 無效就是國會改革法案 青鳥會飛回來 就是街頭 沒有啦他一開始說這個釋憲案沒有過之前 在野黨不宜冒進 不宜冒然採取行動 冒然 這個就是在恐嚇我們 再來就是青鳥會飛回來就是他動員群眾 搞群眾運動 遍地會 遍地開發就到處搞罷免 所以說會把國家搞垮就這樣 我覺得看他真的 在他身上我就知道民主政治還是需要 終究還是需要有一點控制 不然民主政治 還是會從 從整個國際的 案例啦 或是從歷史的案例 還是有 民主政治是有可能倒退的 不過這種大對抗潮 出現的話 其實對於夾在中間的民眾黨來講 應該就是會有生存空間被壓縮的危機吧 會 還是會啊 所以是這樣 我到 所以我每次講 Do what we can do 我每次都安慰大家說 我以前在台大當醫生 也不是每一個病人都救了回來 你知道葉克摩存活率只有4成嗎 裝10個16個 只是說不裝全死 不裝全死 裝了才不到4成活 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啦 保持一種 心存善戀盡力而為 我覺得心存善戀很難 很難 因為你每天被挨打你怎麼會心存善戀 所以我覺得我實在是了不起 每天挨打還可以 還可以保持一種正面的態度 面對世界 不簡單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挨打的刀子 就是射黃國昌比較多 射你稍微少一點 你有覺得 比較好一點嗎 沒有 因為現在台灣的政治的重心是移到立法院去 黃國昌本身就戰將了 國會戰神 他也講最多 所以就會泡國比較多 那你會覺得有點失落嗎 怎麼做現在都不打你了 這個我叫螃蟹理論 螃蟹也要八隻腳才撐得起來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我們要對整個 其實這樣 我們要從一人政黨往前走 我們永遠都一人政黨 我們希望說他是一個 雖然螃蟹有八隻腳才撐得起來 你剛剛講一人政黨 就是 大家都覺得民眾黨等於柯文哲 柯文哲等於民眾黨 現在可能多了半個黃國昌 我們要有更多的黃國昌 我們要有更多的戰神 那你這些戰神都在2026的時候會浮上台面嗎 要培養啊 我跟你講 其實一降難求 其實黃國昌也不算是很培養的 他是自己本來就很時代力量過來 我們自己培養的 他是戴槍投靠 不要用這種名稱 不要用這種名稱 他是戴人投靠 叫共襄勝局 共襄勝局 奇異來歸 沒有 奇異來歸 奇異來歸也不好 叫做共襄勝局 沒有 我們也有很努力的在培養新人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真的要10年20年 像學姊就是一個純粹培養出來的學姊 自己土地上長出來的 就是我們要 一日市長幕僚 他給他機會 然後給他當 台北市政府的發言人 然後給他 後來去 他選議員之前先去掛黃珊珊的辦公室的主任 然後 士林北投地區說紅白鐵全部給他跑 這個 然後才當上議員 議員還要認真工作 才慢慢從明星再變成很穩定的那種結構 You can stop 我覺得老實講 我每次都跟我們那些小朋友講 我說柯文哲是例外 你不要 我說我們台灣民眾黨最大的危機就是 因為有一個柯文哲 每個人都以為他也可以是柯文哲 我說柯文哲只有一個 橫空四出 以後也不會再有了 就只有這一個 政治人物一般還要花10年20年 就培養的時間要很長 對 我是例外 我這種橫空四出以後也不會再有了 黨是你組的 但是是這樣 我覺得像張三峰嘛對不對 創派主師 可是以後的人就是要好好練功 要開始用基本功 從基本蹲馬步開始練習 慢慢來 真的所以柯文哲是例外不會再有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 要花一點時間給這些年輕人 要慢慢培養 有啦我們有培養計畫 我今天來之前才在講 我們要開 我現在都開很多訓練課程 真的在訓練 在輪調 那你2028的這一戰 會是你最後一戰嗎 我有在想這問題 常常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 川普78歲 拜登82歲 所以你還可以選好幾次 但是我想說 但是也要很誠實的講 我7年前可以騎一日雙塔 我現在有辦法嗎 我不知道啊 你有在試試看要挑戰嗎 有啊 現在半塔 你先從半塔開始 我現在一日北高都還要分斷齊了 所以這個 我倒覺得這樣 人是這樣 還是那句話 Do our best 盡力 但是我們也不是那種 因為當官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我們希望是台灣好 大家可以 生活快樂一點 每天都 真的不要為了當官而當官 如果你當官天下大亂當官幹什麼 真的我覺得他愛心得很可惜 應該是認真工作就好了嘛 每天搞這個幹什麼 奇怪 無法理解 他就是覺得認真工作不一定會有好結果啊 我跟你講喔 我們當醫生 這也是我們每次安慰我的 昨晚你講的媒體我以前都安慰過我的小朋友 我以前在台大當醫生 我們那個小醫生剛畢業的時候充滿了熱情 被告兩次以後從此分事計數 我說拜託 我說你不是 在念醫學系的時候 才被告兩次嗎 不是要這樣 認真不一定會成功這我知道 但是何必呢 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嘛